就是一間公寓 然後第一間房間 第二間房間 浴室 然後這一個是小廚房 我們這一餐吃的是炸雞蒸 然後就是原味跟調味的雞蒸 然後這一個是燉雞 然後是醬油口味的 這一個有顧這一個 餅乾 這一個的話還有炸地瓜 它這時候好不好吃 燉雞裡面有一點點年糕跟馬鈴薯 雖然是醬油口味但是有一點點高 是醬油口味 然後還有熱湯 然後有薄薄 然後有薄薄 還有清爽的豆芽菜湯 是否有不同的材料? 厚的材料是硬的 厚的材料是硬的 厚的材料 厚的材料 這個是基辛的店 兩串一千元 這邊有醬汁可以沾 你們要吃雞肉串嗎? 會不會有? 可是是60元一串 這一個是西門市場方向 從那邊一直走上來 教堂在前面 然後三一運動路也在前面 我覺得這一個角度是最漂亮的 夏天的大秋太熱了 我們現在在三一運動路 我們現在在三一運動路 如果等很久的話 它有一個大遮陽傘 韓國必喝上面有很多奶油的咖啡 然後這個是牛奶口味的爆冰 這裡是瀑布精心拍攝的地方 這裡是瀑布精心拍攝的地方 這邊是有住人的 南文市的後代 門開了才可以進去 門關起來就是私人住宅 你吃了一點 我喝了很多冰箱 你吃了 Anne 來吧 是不是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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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嗎 這個 點子 這是真正的 我來吃了 你吃了 全身雞湯 這邊一人要點一份 然後這個是燉雞粥 然後小菜們 如果吃雞湯的話是湯 然後配這一個飯 粥的話就是這邊有的粥 然後是這樣子 我們要Check out啦 其實我們這次住的是Airbnb 所以它是在居民區 所以附近可能還要走兩個街 才會到便利商店 就是房子本身還蠻滿意 可是房子的附近的交通還是有點不方便 但因為這次我們是四個人 所以我們都是坐計程車移動 坐下 我們是四個人都變得很小 還要 gir去 或是說實質 可以入口 也有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